今天是7月25号 现在是上午的9点59分 我们来看一下当下的盘面 大家是不是感到意外 A股为什么没有大跌没有暴跌 上一版 客串版现在还是红的 为什么A股会走出这样的行情 在昨天晚上美股暴跌的情况下 按理说今天的A股会加速下跌 对不对 我们我们的A股行情历来就是这样子 人家涨我们不涨人家跌我们大跌我们暴跌 再加上今天又是一个抽势 所以很多人担心A股今天会出现大幅下措 那为什么现阶段A股 科创版和创业版是红的 原因到底是什么 还有就是这个行情下我们的股民 能不能抄底 刚刚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哎呀这个银行跌了怎么办 我昨天前天最高的在高位站岗的 现在要不要割 那大家觉得要不要割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相关的行业做一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必须去一波888 支持一下觉得我觉得有你的点赞加关注 后面我们重点就大金融方向做一个技术解读 讲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 昨天在A股撒跌的过程中你是割了肉吗 如果割了肉的话 这个时候又不会买回来 这是很多人在问的一个问题 其实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我昨天跟大家说过 A股对吧 今天必然会跌破2900 这个是我明明白白给大家说过的 但是我看了昨天晚上有很多的一些视频博主说 哎呀 今天A股会大涨中阳暴击 迎来一个绝地反击 甚至在今天早盘上还有一些博主 我看一些粉丝量 几十万的上百万的一些博主说 哎呀今天会迎来大阳线放量反击 那说的原因我感觉 是吧有点点让人乌鱼 他说什么呢 大家知道吗 他说哎 他说美股暴跌了 那么全球一些热的田 全球那些什么大资金就会从美股流出来 直接来抽取我们A股 把我们A股买到飞起来哎 说法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跟我的想法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 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你想多了 他会来 但是他来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全部来 可能他有一点点心进来 试下水 就是个节奏 所以朋友们不要 什么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我相信在早盘的时候 这里低开 你要跨速冲前冲高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最高的人现在心情又是不太好 说的不好听点的 你去接盘 就是因为你的什么 你的思路出现问题 那我们策略是什么 还记得我昨天跟他说过吗 我昨天跟他说过 我们的指数跌破以后 属于一个加速跳水 那么从30分钟 从60分钟 我们可以看到端倪 就是说我们的A股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加速下跌 上升指数属于一个加速下跌 所以上升指数没有什么 这个位置还没有明显的止跌信号 他会往下打 往下打出一个新的低点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分时图 60分钟图也是一样的 打出一个新的低点 那有人会说上战是这样子的 但为什么科创板 创业板是红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端倪 什么端倪 大家仔细看 创业板30分钟图 创业板30分钟图 他虽然说下跌了 但是他并没有跌破前期低点 朋友们前期低点的支撑位还在 这就是关键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做股票 该抄底的往哪里抄 我告诉你前低附近 可博弈反出法谈 只在前低附近没有跌破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 好 那我们回到是吧 回到上阵 但现在方面上阵的30分钟图 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来 他的前期低点已经跌破了 他前期低点让你前期低点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他前期低点2904已经跌破了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加速跳水 科创板创业板跌幅没有 他那么大的原因 甚至还一度翻红的原因 所以我们做技术分析 并不说没有用 有时技术分析是有一定的概率的 只不过在特定的情况下 他会失效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那现在来 A股跌了能不能抄底 其实我在昨天前 您跟大家说过能不能抄 可以抄 抄对象是什么 题材方向的对象是什么 是科技加汽车 这个也跟大家说很清楚 那我们现阶段 大家看的是什么 是权重方向 是大盘的指数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 每股暴跌的 我们A股 在如此弱势的情况下 会不会跟随暴跌 我想大家不要想多了 A股的暴跌 是很难实现的 但是A股的阴跌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A股 是吧 在不知不觉当中 把你的什么 把你的账户里的钱都给他吃掉了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 昨天我们A股出现下跌 跌幅并不是很大 我们上证指数跌幅并不是很大 但是大家知道吗 昨天我们市场又有几百个亿流出 在这一天大跌的时候 流了近十百个亿出去 在昨天下跌的时候 又流出了几百个亿 你想我们的钱就是什么 一步一步的没了 所以市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发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就是在不断的 寻底过程中 以后你的你的账户在不断的 什么缩水 但是市场的这个焦点重点 它还是存在的 说白了就是结构性的机会 结构性的机会 那么你能够把握住结构性的机会 你就能够获利 你就能够赚钱 好 那接下来怎么办 抄吗 能不能抄 又回到老问题 肯定能抄 那抄的对象是谁 接下来我们来讲重点了 重点在哪里呢 卡头的问题 银行跌了 昨天追高的前天追高的 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要不要隔入 这是刚刚一个朋友跟我说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位置 突然跳 这个银行板块跳水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哎呀怎么办 我的银行又套住了 又被隔掉 那我们来看银行板块在这个位置 他出去一个跳水 这个分尸图 你觉得这个跳水 他在出货吗 我觉得不禁人在出货 为什么 大家看他这个跳水过程中 虽然是放量 但是这个量比前面这个量并没有放大多少 那我们从k线可以看出来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正常调整 所以你在看银行板块的走势的时候 你发现问题没有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银行的时候 我讲的很清楚 觉得很特色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这里 这里是不是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你看没有 这里不就是前期的低点吗 60的均加线 在60的均加线的这个强制称位 他并没有出现什么出现什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正常调整 再加上这里是属于一个什么 是属于一个强制称位 银行板块今天之所以跳水的话 我觉得跟他的一个动作有关 什么动作 降息 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就是我们的存款利息又降了 存款利率在不断下降 存款利率下降 对银行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存款利率下降 说明什么 说明银行里面的钱多了 银行里面的存款太多了 那么存款太多了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借钱的人太少了 这就是重点 朋友们听明白吗 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降 说明银行存款利存款的钱很多 那么 他贷款的人就少 说明他的这个业绩很有可能出现下滑 这就是银行板块今天跳水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里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是什么 是银行板块这段时间涨了太多了 获利盘的一个了结 而已 获利盘的一个出逃所导致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和留意的 好 那我们来看在这个位置 尤其是没有货的人 六升均线线 我觉得你想参与银行的话 也可以博一个反出反弹 但是 中长期来看银行板块的趋势并没有坏 至少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多头的 所以没有没有跌破之前 能够守住之前 我们仍然可以看多没毛病不究竟 但是跌破了以后 跌破了以后 如果不能快速收复的话 那么银行板块的一轮调整就开始了 一轮大的调整就开始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注意的一个重点 我们来看银行板块目前 个股的情况 大家仔细看 表现最强的是谁 郑州银行 赵商银行 工商银行 其实我在昨天前天也跟大家说过 银行板块当下 是吧 就两个细节 一个是补涨的 一个是什么 四大行五大行这样子的 你比如说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今天盘中再度冲高 再度创了一个历史的高点 6块一毛 你会发现 以工行 建行 农行 中国银行为代表的这些大行 这段时间的走势非常强劲 现在不断创新高的过程中 但是其他银行表现就比较差 那为什么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极致的暴团 这个市场 明显的已经出现了一个 严重的分化行情 就是有资金 暴团的票 他才会走得更远 才会继续上涨 没有资金暴团的 没有资金去参与的 就会被市场给什么 给 给抛弃 所以你的节奏不对 你的方向不对 你能不能赚到钱赚不到钱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需要留意的 好 那降息的预期同样 同样会什么 会影响整个市场 朋友们 那有人问了 降息来了 对谁影响最大 那好 朋友们对谁证券 所以今天证券涨了 证券目前涨幅是1.4 6 4 那有人会说为什么对证券影响大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证券板块 他赚钱的模式是什么 赚钱的业务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我前面没跟大家讲过 我们国家证券赚钱就靠什么 就靠交易量 靠这个什么差价 靠这个管理费 靠这个rpo 他说白了 他证券 自己创造价值的能力很弱 我们国家正确创造年代价值 用 你投资赚钱的能力很弱 他主要是铝羊毛 所以 降息的 如果降息的话 这些钱从银行流出来 或者留下来买股票 买基金 会加 大我们的流动性 加到我们的增量资金 通过对他不是利好吗 明显就利好吗 再加上证券板块 在这个位置又是属于一个什么 调整的低位 低位 以后你再抽取吧 他还记得我在昨天跟大家说过吗 我说这个位置证券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 因形的走势 昨天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割掉 我先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在昨天割掉的现在还好吗 在操作上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时候前红证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你再去割掉证券 不是你老子有问题 可能就是我老子有问题 好 那我们回到市场 证券板块 我们可以通过30分钟图60分钟图发现 那里 其实我在昨天前天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位置 你看30分钟图 这明显的就是一个大反弹的走势 大反弹的底部 所以这里的一个调整就是回踩 我们回到分时图的日K线 你就发现了 昨天跟大家说过 说什么 在这一波拉伸过程中 没有上车的 不要急不要慌回踩后到低点 或者到天气低点 那我告诉你 只要两个字躺平 两个字闭着眼睛 两个字闭眼 对吧 这节奏这策略是不是错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从市场的反应来看 证券板块个股的一个走势 大家看证券板块个股 今天表现最强的是国盛金控 锦隆天锋所创 说白了 今天市场资金 在不足的情况下 去炒作了什么 炒作了小票 小票 朋友们 再看一下 像国盛金控这段盘子在150亿 所以他拉起来更健康 一看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回看一下欧阳以前的视频 如果你仔细听 有没有发现端倪 比如说 中长期的一个下跌 出现放量的拉伸 我们怎么办 要不要追 以后缩量回来怎么办 那不就是机会 所以他很有可能来出一个大阳线 实现一个N型的走势 那么这个位置拉起来就怎么样 就是大家获利的机会 持住的机会 大家觉得我讲的技术 现在有没有兑现 有没有合理 好 我们看除了他之外 还有谁 金融股份 金融股份还记得 对吧 在这一天出现澳板放量的时候 有人问我说能不能顶 我跟大家怎么说的 那么昨天 马下刹跌的时候 我怎么跟大家说的 现在来看一下是不是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 你在这个位置去顶 还不如在这个缩量回踩的时候去吸 那你在这个位置吸到的是不是破利的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们一定要注意这细节 整体来看证券板块位置很低 超跌反弹 低速激发 大约反弹 一速激发 那我们来看明星股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再经过两天的调整 今天终于直接的清完了 其实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说过 中信证券大概率会走出震荡型的走势 或者说走出这样子 回踩后的A型走势 那么接下来走吧 大家应该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所以朋友们不要急不要慌 市场已经给出了这个信号 那么我们选择跟随就好 对大金融整体的行情 银行还是属于多头的行情 我觉得没有破位 可以看多继续躺 但是要想空间大 要想潜力大 现阶段 你咬住证券 毫无疑问 更是机会 大家觉得呢